欢迎大家关注本期的怪咖科技会 网络时代的到来使得世界各国的企业开始争先抢夺资源 在经历了各种动荡后 态度一直强硬的苹果却出现了戏剧性的一面 前段时间苹果因在中国吃了高通的官司 而导致多款手机被禁售 对于高通的这一做法 网友们也是纷纷点赞 中国法院给苹果颁布了禁售令 而苹果方面却拒绝签字 并且威胁到 如果中国禁止销售苹果 将会承担巨额的税收损失 这一做法也更增加了国内消费者对苹果的反感 或不担心 紧接着德国方面也对苹果下了禁令 不过苹果如果被禁止销售 在中国最受影响的企业莫过于富士康 富士康主要的业务是接受苹果的订单 从中获利 苹果在中国的发展受损 富士康肯定也会有所影响 有消息称 富士康将会进行大量的裁员来稳定公司的发展 目前将会有34万人面临被裁掉的危险 不过市场会有这样的发展 郭台铭也是早有预料 在一次采访中 他却毫不慌张 表示不会太担心这种问题 像国产的一些手机 想要往高端走 还得要来找富士康 郭台铭能够如此自信 也是跟富士康制造手机的高效率 高质量是分不开的 早前 苹果也一直在找能够代替富士康的工厂 但无奈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 据消息称 富士康方面也逐渐开启了转型之路 开始收购夏普和诺基亚 但是目前看富士康转型效果不佳 还难以摆脱代工企业的形象 好了 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大家对于富士康 现出局势的情况怎么看呢 欢迎留言讨论 我是小楠 我们下期再见